预报父母恩,应当一心念佛,带父母忏悔业障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乳兄力甜,天资甚好,稀奇未学。 然已大半辈子过了,无可成就。 只好一心念佛,求生西方。 比妄想甚大,欲一年两年修行,即得五眼六通,又欲知父母之究竟苦乐。 此种话,虽是一片木道报恩之心,若不为说破,后来获至驻魔,可怕之极。 笔记预报父母恩,应当一心念佛,待父母忏悔业障。 求佛加倍,令其上根增长,一心念佛。 求生西方,又当自己多方奉劝,明,只求佛加,显,只字劝。 两种,诚心诚语,数可父母岁生信念佛矣。 肯念佛求生西方,则临命忠实,仗佛此理,往生西方,便以超凡入圣,恶生托此矣。 不如此为父母谋,而欲知其苦乐已度,则何如畏惧是以前遍度之乎。 老实人,只好坐在家居室,随分随利修持,若出家则更不能修持矣。 其语必详细说之,今未彼取法名为惠婿,婿,亦免也。 以敦伦尽分等,及信愿念佛等,自恤婿人,其功德利益。 无量无边,切不可妄想的道的神通。 但一心念佛,不以此劝人,则虽不得道,尚可胜余的道。 以往生所得之利益,比得道更大。 旷盲修瞎恋,多分会注魔发狂呼。 其认真为彼祥说,否则,或有危险也。